和徐婉悠从出生起便是邻居 我们两个认识了18年 我以为徐婉悠会是那个与我度过一生的人 可高三那年 徐婉悠为了一个转校生篡改志愿 放弃国内顶尖大学 不选最终去了一个三本 我看着被蒙在鼓里的徐婉悠的父母 于心不忍将真相告诉了他们 最后徐婉悠选择复读 再度考上了国内顶尖大学 后来我们两个相恋结婚 共同创业 可就在公司蒸蒸日上之时 徐婉悠一脚将我踢开 为我设局 让我尽身出户 他害得我家破人亡 逼我跳楼自杀 如今重活一世 我选择放弃助人情节 尊重徐婉悠的命运 人都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承担责任 前世的我帮徐婉悠承担了属于她的责任 如今我只想独善其身 高考出成绩那天 我成功地在网上查询到了我的成绩 总分641 我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徐婉悠 结果从她嘴里 得知了另外一个消息 我们班的同学 林之初高考发挥失常 成绩只有300多分 就算报考外地的学校 也只能上个寻常三本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里松了一口气 因为林之初的成绩 同样超过600这个界限 可以报考国内任何一所顶尖的大学 就算林之初切而不舍 选择和徐婉悠 继续报考了同一座城市的学校 可学校之间的差距 势必会让二人生出间隙 到那个时候 陪徐婉悠走到最后的人 一定会是我 而不是林之初 但我不知道的是 和我结束电话之后 林之初就找上了徐婉悠 之初 不行就复读吧 我等你一年 你一定能考上一个好学校 这样一来 我们两个就算上了大学 也能在一起了 林之初摇了摇头 态度坚决 我不打算复读了 继续在学校里待上一年 也只是浪费时间 而且我不想让你白白等我一年 我想尽快和你在一起 哪怕不能在一所学校 也要在一个城市 徐婉悠被林之初感动得红了眼睛 一把抱住了她 婉悠 要是实在不行 我们两个就上同一所学校吧 我不想和你分开 徐婉悠没想到 林之初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在短暂的犹豫后 对林之初的感情 还是压倒了对前途的渴望 我可以答应你 只是报考志愿的时候 我的爸妈恐怕要在身旁盯着我 还有之初 你打算报什么学校 我还没有考虑好 等考虑好以后 我会第一时间联系你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两个就算是上大学 也能在一起了 徐婉悠的心里 还是有些忐忑 要是这件事情 被我父母知道了 该怎么办 没事 你不用怕 有我在我保证 不会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 不管在什么学校 我们两个人 也一定会出人头地 真的吗 林之初有些烦躁的质问道 婉悠 你是不是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如果不想和我上同一所学校 我不会为难你 我可以成全你和江然 徐婉悠红了脸 不知道是自己的心思 被林之初发现 还是因为被林之初质疑 感到气愤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从始至终我喜欢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 我喜欢的人名字叫做林之初 不是江然 婉悠 我爱你 我也是 两个人躲在角落里 旁若无人的拥吻 而我表情呆滞地躲在 两个人看不到的地方 直到他们两个嘴唇分离 这才回过神 眼前熟悉的画面 和之前听到的话 让我立马意识到 自己这是重生了 我回到了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下午 发现了林之初和徐婉悠 两个人秘密商量的龌龊事 想到前世的种种遭遇 我的心脏 就像是被人被划开一样 发出撕裂般的疼痛 正是因为今天的发现 让我的命运 彻底发生了改变 成为了徐婉悠 记恨一生的仇人 我和徐婉悠 双方算是青梅竹马 两家父母也自幼相识 共同留在了这座城市 又选择 住在同一个小区 从小我们两个人 在别人嘴里 就是邻居家的孩子 成绩优秀 样貌出众 所有人看见 我们都夸 我们两个狼才女貌 是天作之和 这样的情况 直到高三发生转变 而将一切矛盾引爆的 则是在高考出成绩的今天 我下楼准备外出 买些东西的时候 意外看到了 在角落里的林之初 本来 我还想打声招呼 结果就看到了 徐婉悠走了过来 急冲冲地冲向了角落 一把抱住了林之初 两个人挑选的地方很隐蔽 平时人机罕至 很少有人会闲着没事 去小区的角落里闲谈 但我不一样 因为这个地方 一开始便是我发现的 是我将这里 告诉给了徐婉悠 最后这个地方 成为了我们两个 平时互相吐口水的 秘密地点 本来在买东西 之前我还想着 要去散散心 结果看到了林之初 和徐婉悠 我鬼使神差地 躲到了一个 他们两个人 看不见的地方 打算看看林之初 这个时候过来 到底有什么事 从这边走的时候 我隐约和徐婉悠 四目相对 但我不确定 他到底有没有看到我 也正是因为心里的担心 压过了 被徐婉悠发现的尴尬狼狈 让我偷听到了林之初 竟然想让徐婉悠 更改志愿 陪着他一起上三本 为了不想让徐婉悠的父母 这一辈子的努力白费 我思虑再三 最终还是将这个消息 透露给我的父母 让他们想办法 提点徐婉悠的父母 我不知道 双方家长到底聊了什么 但最后 徐婉悠和林之初 两个人的计划 还是没有成功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徐婉悠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父母的监视之下 而感到高兴 但这样做的后果 便是让徐婉悠和林之初 两个人彻底决裂 而林之初 就连同学聚会 也没有去参加 同学聚会上 喝多的徐婉悠 愤怒地将杯里的酒 倒在我的头上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 大声骂道 我告诉你江然 就算你想办法 拆散了我和林之初 这辈子 我都不可能喜欢你 班上的同学 都知道我和徐婉悠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知道 徐婉悠和林之初 两个人互生情愫 我们三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 偶尔也会被身旁的朋友提及 但我没有想到 徐婉悠竟然会当着同学的面 挑破了我做出的一切 聚会不欢散 我先一步回到家里 父母看到我沉重的脸色 觉察出不对 问我发生了什么 但我没有把聚会上发生的矛盾 告诉给父母 因为我始终觉得 徐婉悠的行为 也只是一时愤怒 才施了理智 而我的做法 也没有任何问题 换做谁都不可能放任 徐婉悠更改志愿 以六百多分的成绩上了一个三本 事情若是传出去 徐婉悠的父母 只会成为街坊邻居的笑话 正是因为我和十多年的感情 才会让我在思虑再三的情况下 最终选择破坏他和林志初的感情 或许其中夹杂着一些我的个人想法 但我始终觉得这一切 都是为了徐婉悠好 可能也正是因为我的这番自以为是 最终让我在十多年后 亲自尝到了 我当初酿成的苦果 回想着上辈子 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悲惨经历 我的目光变得愈发明朗 既然徐婉悠觉得 一切都是我的错 那众活一世的我 自然会选择尊重她的意愿 给她一次和林志初私奔的机会 我很想看看 在做出不同选择的徐婉悠 是否会和林志初 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徐婉悠又是否能像前世那样 成为本世赫赫有名的青年企业家 如果徐婉悠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如初 她依旧能像前世那样 走上她的人生轨迹 那我承认 前世的一切苦果 都是我自作自受 从我在小区楼下 见到林志初和徐婉悠两个人的苟且之后 我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继续享受高中的最后一个暑假 每天照常吃饭闲逛 去参加同学的升学宴 和同学聊大学里的情况 以我的成绩 想考上任何一所大学 都没有太大压力 不过这次 我想做出和前世不一样的抉择 前世的我因为徐婉悠 去了一个无感的城市上学 上了一个不喜欢的专业 最后的结果 虽然说明不了什么 但有了第二次机会的我 一定可以比前世做得更好 到了填报志愿那天 我很快就将我要上的大学和专业填了进去 做好这一切 我开始待在家里 等待着即将传来的消息 果不其然 在我填完专业的半个多小时后 对门的许家父母上门拜访 两个人拉着我的父母 开始聊起了 我和徐婉悠未来的情况 说起来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双方父母都心知肚明 过去我和徐婉悠也曾经在他们面前透露出 未来要上一所学校 选一个专业 可在听到我选择的学校和专业时 许家父母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 将然他要去南方上学啊 可惜了 本来还以为他能和我家丫头 能在一个城市 看来两个小家伙 注定要一滴恋了 我不知道徐婉悠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瞒过了他的父母 许家父母说徐婉悠报考了京城的学校 而我的选择是南方的学校 两个人平时上大学的时候 注定没有机会见面 如果不是为了避免父母太过担心 我连寒暑假都考虑过不回来 这么做 一方面是想尽量减少我和徐婉悠之间的关联 另外一方面也是不希望等 徐婉悠身上的事发之后 徐家父母将责任埋怨到我的身上 果不其然 在和徐家父母聊完之后 我的爸妈立马觉察出 我对徐婉悠的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 晚上吃饭的时候 父母漫不经心地向我打探起了 我和徐婉悠在学校里的情况 对于父母的试探 我的选择也很简单 就是如实回答 爸妈 我和徐婉悠之间没什么特别的关系 就只是认识时间长的邻居罢了 以后 你们两个还是少和徐家父母 开我们两个的玩笑 这样不好 父母觉察出我的态度 自然也会选择尊重我的意愿 在这一点上 我的爸妈和徐婉悠的父母 倒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让徐婉悠 拿着父母对她的爱 当作放肆的筹码 但我和徐婉悠不同 我不会拿着我的前途 去换一段虚无缥缈的爱情 没过多久 我如愿收到我的录取通知书 在我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 许家父母也上门祝贺 看着他们满脸笑意地夸着徐婉悠 等待着徐婉悠的通知书的时候 我心想 他们一直苦苦等待的通知书 实则是一个三本学校邮寄过来的 几天时间过后 身边的同学也陆续开始 拿到自己的通知书 可偏偏徐婉悠那边 迟迟不见通知书到来 往常班级群里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也经常可以看到徐婉悠露面 但从高考填报志愿以后 徐婉悠就再也没有在班级群里说过一句话 等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徐婉悠一家最终还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和许家父母想象中的重点大学不同 手上拿着的通知书只是一个三本学校 直到手上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徐婉悠这才告诉了父母事实 说他更改了志愿 想要和林芝初念同一所学校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已经到了晚上 那一天取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许夫气得狠狠地朝着徐婉悠的脸上 甩了两个巴掌 就连许母也直接被徐婉悠的糊涂 给气进了医院 我的父母好心劝架 还帮许母送进了医院 可没过多久 有关徐婉悠为了爱情更改志愿的消息 还是在小区里流传出 消息的范围越阔越大 最终方圆百里的人 皆对徐婉悠的事迹有所耳闻 有的人不清楚徐婉悠是谁 但熟悉徐婉悠的人 难免会拿这件事情 向其他失灵的孩子说讲 徐婉悠和林芝初 两人彻底火了 在他们的老家 火得一塌糊涂 就连当地媒体 也曾经采访过他们 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我不清楚 从人人羡慕的邻居家的孩子 变成众人厌恶唾弃的过街老鼠 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从那一段时间 许夫许母低垂的脑袋 就足以看出 两个人已经彻底 因为他们的女儿 在众人眼前脸面尽失 许夫许母 还曾试图劝徐婉悠复读一年 再去考一个好的大学 但在徐婉悠以死相逼的情况下 老两口最终还是放弃了 抢求徐婉悠复读 直到这一刻 我的爸妈似乎明白 为什么我和徐婉悠的关系 忽然疏远了 他们也没在我的面前 继续提起徐婉悠这个名字 有关许家一家的事 也尽量避开 我的面私底下商谈 徐婉悠和林之初 为爱上同一所学校的事迹 影响最为广泛的 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知道他们两个人 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学生之后 整个学校的家长都疯狂了 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 也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于是连忙上报给了教育局 教育局没有办法处理 徐婉悠和林之初 但是他们可以想办法 严格要求我们后面的学弟学妹们 身旁的同学 有人因为此事 向我大肃苦水 你是不知道 因为徐婉悠和林之初 我弟弟和他女朋友 也彻底黄了 两个人被家长好一顿骂 我弟差点被我爸给打死 看到这个消息 我忍俊不惊 但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安慰同学的弟弟 紧接着同学又发了一条消息 你和徐婉悠之间 不是门对门的邻居吗 他怎么最后 反倒为了林之初更改志愿了 想了想 我给出了一个不太确切的答案 可能徐婉悠 真的是爱惨了林之初吧 不过说真的 他能做出这种事 还真超出我的预料的 可惜了 本来还以为你和徐婉悠能在一起 可没想到徐婉悠最后跟了林之初 不过 发生这样的事 也不得不说一句 幸好你们两个没在一起 我笑了笑 双手敲击着手机屏幕 回了一句 你说的没错 我也感觉挺庆幸的 上一世和徐婉悠在一起之后 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悲惨遭遇 直到现在 还忍不住让我感到后怕 所以对于徐婉悠和林之初两个人成功走到一起 我的确感到一丝庆幸 从我放弃选择掺和进他们两人的爱恨情仇以后 我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大不一样了 每天开始活力十足的预习大学的功课 开始为我们的未来做好规划 每天过得疲惫而又充足 整个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徐婉悠的存在 整个暑假 除了偶尔会花一些时间去参加同学的升学宴之外 其余的时间全部都被我用在了学习上 徐婉悠一家自然没脸再去办什么升学宴 现在他们一家人在所有亲戚面前已经彻底抬不起头 很多亲戚和他们家断绝了来往 整个暑假 我的父母和许家人之间的关联也少了很多 可能他们也是觉得 因为徐婉悠和林之初发生的事 没脸再去见我 就这样 整个高三的暑假 我再也没有见过徐婉悠一次 而下一次的见面已经是暑假结束 我独自一人准备坐飞机前往学校的时候 父母准备送我去机场 本来他们是想陪我一起去南方 但最终在我的言辞拒绝之下 还是打消了他们出远门的念头 要不是前世的我就已经知道他们送我去南方 实则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出去旅游 说不定我就答应他们 至于他们两个人想要旅游 又何必跑那么远 要不是实在拗不过父母 我甚至都不想让他们来送我到机场 我身边的同学朋友 大多也都选择这个时候开始前往各自学校的所在地 而我也在机场见到了同校的几个学生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们一家和许家也在机场相遇 出发之前我爸妈说过 他们没有告诉许家具体的出门时间 对方也同样如此 可在这个时候在机场相遇 对于两家人也还是有些尴尬 许夫本来就是个不爱说话的性子 在发生了许婉悠这档子事之后 整个人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看到我们一家也只是点了点头 整个过程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连许母和我爸妈叙旧的时候 脸上也只是强称一副笑容 头上也多了不少白头发 将然这是开学了呀 我的母亲笑了笑 还是像往常一样语气自然地回答着 是啊 暑假结束了 她那边要开学了 本来还想送她一起过去 可她偏偏死活不同意 孩子大了也不听话了 母亲的话刺痛的许母 似乎让她想到了许婉悠之前做的蠢事 本来就愁苦的脸上 更是没了半点笑容 幸好经过这个暑假的时间 让我们两家人的关系 出现了微妙的转变 否则我还担心 母亲会继续拉着许母聊下去 看着两个人戛然而止 我也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 我们两家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现在这样 让她自然而然地消散就好 至于更多的我不想做 也不在乎 思绪游离之间 我感到身旁有人在看我 回过神 我的目光落在了许婉悠的身上 许婉悠的打扮 还像高三暑假时的那样 明艳美丽 可她的脸上 和许母一样 多出了一层复杂的表情 她嘴唇颤动 看着我欲言又止 江然 你 我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只是回头看了眼爸妈 爸妈 就到这吧 我得去直接了 我的话 也算是彻底为两家人之间的叙旧 画上一个中指符 或许是身边 多出了许家父母和许婉悠 爸妈没再说什么 让我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我拉着行李背对着身后的几人 头也不可能走向直击处 至于许婉悠 想要对我说些什么的举动 也早就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们两个人之间积攒下来的感情 早就随着许婉悠 对我的一次次的伤害 消磨殆尽 这一世 我和许婉悠之间 虽然没了任何仇恨 但同样也没了任何感情 就这样相忘于江湖 便是最好的结果 我不想再和她牵扯上任何关系 至于她和林之初 我也只有一句 祝她们幸福 上了一个陌生学校的我 虽然没了前世那些熟悉的朋友 但全新的生活 也让我对周围的一切变得愈发新奇 刚到学校的第一天 我什么都没有做 就只是在学校里漫步行走 观察学校的环境 熟悉学校里的各种地点 我在学校食堂里吃了饭 在有名的景点拍照打卡 将照片发给父母 这辈子 我身边没了林之初 没了许婉悠 虽然是独自一人 可这种自由的感觉 是前世的我迫切可求的东西 我不用再为了许婉悠去求全 可以想吃我喜欢的食物 也不用去上我不喜欢的课程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我的生活过得忙碌又充实 我利用闲暇时间阅读中外名著 前世我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作家 可阴差阳错 却走了从商之路 如今的我虽然不会抗拒从商 但我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达成未曾完成的梦想 我一边学习 一边给一些杂志投稿 虽然成功率不高 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就这样忙碌了一整个学期 暑假的时候 我带着当地的一些特产 坐飞机返回了老家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随意选的一个时间节点 竟然让我在回家之后 外出逛街的时候 偶然碰见了许婉悠 我走在大街上 拎着买的一些零食 准备返回家 可忽然间我听到身后 有人叫住了我 是许婉悠和她的朋友 跟在许婉悠身边的人我不认识 我倒是有些好奇 林志书这个时候 怎么没有和她在一起 这个念头 也只是短短的一瞬 我转头就想走 不想理会许婉悠 可许婉悠却一把冲上来 抓住我的胳膊 有事吗 我的态度冷淡 看许婉悠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换作过去 许婉悠早就对我发火了 这次她没说什么 只是给了朋友一个眼神 她的朋友也很识相地 将空间留给我们二人 一个暑假加一个学期的分离 许婉悠的声音 似乎变得有些沙哑 这倒有些和我认识的她不太一样 我想和你聊聊可以吗 就一会儿的时间 我们认识了这么久 难不成你连这一点时间 都不想给我吗 我笑了笑 忽然很想看看 许婉悠在大街上叫住我 究竟想要和我聊什么 我没再回答 站在原地耐心 等待许婉悠的开口 下一秒 从许婉悠嘴里说出的话 让我眉毛一条 有一件事 我很想问问你 那天我和林之初 在楼下商量更改志愿的事 你是不是看见了也听见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 车流虽然不算拥挤 时不时还会有 司机暗喇叭的声音响起 这一刻的我听到许婉悠的话 忽然感觉到 耳边没了任何声音 只是定定地看着许婉悠 你刚才说什么 那一天 我一直在家 哪都没有去 许婉悠的语气非常肯定 你在撒谎 那天我的余光 看见你从楼上下来 你不可能没有看到我和林之初 我笑着反问她 就算我看见了 又怎么样 许婉悠摇晃着我的胳膊 如果那天你看到了我和林之初 那你为什么没有 许婉悠的话没有说完 或许她觉得 剩下的话过于难以启齿 但我已经毫不在意了 我主动地帮许婉悠说出了 她没有说出口的话 你是想说 那天我明明看见你们两个 为什么没有劝阻你对吗 许婉悠沉默不语 但她点头的动作 足以证明她 就是这么想的 你凭什么觉得 我一定就会插手去管你的事 凭我们认识了十几年的交情 还是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看着徐婉悠 这张尚且青涩的脸 很难不将她和前世 那个记恨了我十多年的人 联系到一起 为什么你没有拦住我 或许是我的反问 让徐婉悠惑不解 她终究还是说出来了想说的话 我想问问你 我怎么就没有拦住你了 从你和林之初认识以后 我无数次地说过 你们两个的关系太近了 后来你们两个 背着我偷偷在一起 以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我没有和你计较 你选择和林之初 报考同一所大学 那是你的意愿 既然你想让我劝你 那为什么林之初问你的时候 你没有拒绝 还是说你 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林之初 只是想借着我的嘴 来掩饰你不喜欢林之初的事实 我看着徐婉悠的脸 觉得像是第一次认识徐婉悠一样 了解这个人 了解徐婉悠的想法 原来她心里 还是希望我能站出来劝阻她 原来她心里没有那么喜欢林之初 可既然这样 前世的她 为什么还记恨了我十几年 没有 我喜欢林之初 我只是不明白 我们两个明明是青梅竹马 为什么在这样重要的事上 你却对此置之不理 徐婉悠的话 让我想起当初她向我摊牌的那一天 那天 徐婉悠当着我的面 承认了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陪我结婚创业 一直以来 为的便是这一刻 她要报复回来 当年我将她和林之初拆散的举动 她要让我体会 林之初当年曾经遭受过的痛苦 要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去死 想到前世的我的悲惨结局 我的声音愈发深沉 你凭什么觉得 一个竹马 可以代替她的青梅去做决定 况且 我们两个之间 也不是什么所谓的青梅竹马 这些都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罢了 在我眼里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不过就是门对门 认识了十多年的邻居而已 你在我心里的印象 无非便是认识的时间久了 一点的同学 除此之外 再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 徐婉悠被我说的话惊住了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像是想要看穿我心里的想法一样 这就是你的想法 我一直以为 我们是青梅竹马 你曾经喜 我笑了 脸上露出的讥讽笑容 让徐婉悠 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剩下的话 前世我一直觉得 徐婉悠不知道我喜欢她 她只是 拿我当做竹马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停留在友情以上 爱情未满的尴尬境地 而从徐婉悠嘴里 听到她刚刚说出了半节话以后 我明白 徐婉悠心里很清楚 我喜欢她的事实 可即便这样 她还是选择了一个 突然闯入她生活里的转笑声 而不是我这个陪伴她十几年的竹马 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不怪她 可是这么多年 我对她的种种好 并不是因为所谓的青梅竹马的身份 而是因为我喜欢她 如今这段还未开始的感情已经结束 所以我对她的好 自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况且 上辈子的我脑袋里缺了一根弦 看在十几年感情的份上 将徐婉悠更改志愿的事 想办法告诉了她的父母 可换来的结果 却是家破人亡 如今重活一世 这样愚蠢低级的错误 我又怎么会犯 既然要断 那便断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徐婉悠死死地盯着我的眼睛 想要从我的眼睛里 看出我刚刚说的都是假话 但很可惜 她一无所获 我的心情从未有过哪一刻 能像现在这样坚定 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意 徐婉悠的表情变得更加复杂 可能徐婉悠还想不明白 过去一直跟在她身后的我 为什么没有将她要更改志愿的事 告诉给她的父母 我没想到我在你心里 竟然一直是一个这样的形象 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 可我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为了这段感情 对我们十几年的交情视而不见 换做任何一个人和我认识了十多年 也绝对不可能 在我喜欢上其他人之后 对我更改志愿的行为视而不见 我真是看错你了将然 幸好我没有和你在一起 徐婉悠的举动 算是让我彻底明白了 有些事情 无论经历多少回结局都不会改变 前世的徐婉悠恨我入骨 怨恨我将她更改志愿的消息 告诉给许父许母 如今的我选择 袖手旁观洗碗 又徐婉悠依旧埋怨我 埋怨我没有将这件事情 告诉给她的父母 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带来的结局 让我看清楚 徐婉悠对林志处的真正心意 也让我真真切切看透了徐婉悠这个人 我想到前世在我的干预之下 徐婉悠考上大学时的场景 考上大学之后 徐婉悠一路高歌猛进 不光四年的成绩一直在系里名列前茅 奖学金也被徐婉悠拿了个手软 最后 以一个优异成绩毕业的徐婉悠 进了国外一家顶尖公司 出国历练了两年 回来之后 徐婉悠又选择独立创业 在商业上也同样混得风生水起 最后 我们两个一起创业 最终在本市开创了一家新兴企业 而徐婉悠也成了有名的青年商业代表 想到前世徐婉悠的人生轨迹 我忽然觉得他能有那样的结局 功劳并非在于徐婉悠 也不在于他对我的恨意 或许当初的徐婉悠 便已经看清楚了这一点 只是从小到大 我对他的态度 让徐婉悠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 因此 他才会将自己和林志处之间分开的种种罪过 全部都怪罪在我的身上 答案明明很简单 如果徐婉悠真的有那么爱林之初 就算没有考上一所大学 怎么可能会妨碍到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如果不是徐婉悠最后的摊牌 怕我至今也不敢相信 认识了十多年的青梅 竟然是这样一个自私自利 卑鄙龌龊的小人 他埋怨我 拆散了他的姻缘 却从来没有想过 真正的姻缘 怎么可能因为外力就这样散得一干二净 明明就是 他早就在心里做出了选择 在虔诚和爱情面前 选择了自己的前程 主动抛下了他和林之初之间的爱情 可到最后 徐婉悠心里的虚伪 还是让他将过错推到我的身上 他觉得 这样做就能将自己身上的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恐怕在和我相恋的那几年里 徐婉悠也一直是这样 在心里说服自己的 说的时间长了 就连他本人都相信了这个事实 像这种自私自利 固执己见的人 我是真的不愿意 再想和他牵扯上半点关系 既然你没有那么喜欢林之初 又何必将一切罪过 推到我的身上 仔细一想 徐婉悠和林之初之间的感情 也是徐婉悠主动挑起的 来的时候 林之初成绩虽然不算太好 但至少也算中等 可在认识徐婉悠之后 林之初高三一整年 便无心学习 整个人一直沉浸在 他和徐婉悠爱情之中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恋爱脑 才会让他在上了大学之后 不想面临和徐婉悠分开的场景 如今林之初却不知道 徐婉悠表面上和他情深一切 但实际上 他根本不想为了和林之初之间的爱情 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 我很好奇 要是林之初知道 你今天的举动 还有你和我说的这些话 他会是什么想法 徐婉悠看向我的目光 有些闪躲 我不相信 你能做出这种事 之初他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 是吗 那你选择更改志愿 和林之初上同一所学校 到底是自愿的 还是被逼无奈的 当然是自愿的 我来找你 只是不明白 和我认识了十多年的人 怎么会忽然性情大变 变得这样冷血无情 我变成什么样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你那么爱林之初 那就好好的 和他在同一所学校里度日吧 我期待看到你们二人 在大学毕业之后 还能像现在这样恩爱 我说出了自己 对于徐婉悠和林之初爱情的期许 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恐怕没有办法撑过 这短短的四年了 就算这一个学期 我没有主动联系过徐婉悠 可他的消息 还是不可避免地 从高中同学那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听我们两个身边 共同的朋友说 徐婉悠和林之初 上了同一所学校之后 感情并没有像高中那样 真挚纯粹 大学生活和高中生活 完全是两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说起来也是可笑 真挚纯粹的爱情 在严肃无趣的高三生长 却不会在自由奔放的 大学校园里盛放 林之初和徐婉悠 在高中可以表现得很相爱 但上了大学之后 有去多样的校园生活 和充斥在大学校园里 形形色色的学生 总是会不可避免地 影响着他们两个人 特别是两人周围的朋友 听说徐婉悠高考考了600多分 最后却上了一个三本学校之后 身边同学们 那异样鄙夷的目光 总是会深深刺痛着徐婉悠 可林之初对此 却表现出一副很自豪的模样 毕竟 他可是让一个600多分的学霸 为了爱情 自愿陪他上了一个三本 这放在任何时候 都是一件足够有料的谈资 况且 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闹得也是沸沸扬扬 他们的学校里 也有人听说过 隔壁是发生的 学霸为爱上三本的大事件 两个人因为高考成绩这件事 偶尔也会发生矛盾 在一次次的矛盾中 两个人的感情 虽然依旧可以在外人面前 表现的那样恩爱 但徐婉悠心里 已经生出一层明显的芥蒂 我还从父母那里听说 徐婉悠打算放弃学业 重新回到高三复读 可能也正是因为 这样的想法作祟 才会让徐婉悠 在我暑假回来之后 主动找上我 不过这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无论徐婉悠贫穷或富贵 身居高位 亦或是跌在泥里 我们两个也始终不可能 再像过去那样了 我不想再和徐婉悠 将这份无意义的对话 进行下去了 刚要转身离开 身后忽然想起熟悉的声音 好你个江然 想不到你还对我的婉悠念念不忘 我们两个已经上了一所学校 大学毕业就会结婚 你为什么还想要拆散我们两个 看着站在徐婉悠 和林志初身边的那位朋友 我立马明白了 原来刚才陪徐婉悠逛街的是 林志初身边的朋友 怪不得我不认识 想必这个人看到徐婉悠叫住我 以为我们两个是要旧情复燃 这才找来林志初 不过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样向林志初讲述的 我和徐婉悠再度重逢的经过 这样也好 既然两个郑主都来了 那有些话 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说清楚 但我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开口说什么的时候 徐婉悠忽然向林志初倒打一耙 志初你误会了 我们两个只是在大街上看到了 这才闲聊了两句 他想约我吃饭 想要劝我复读 不过最后被我拒绝了 林志初怒不可遏 愤怒的目光 就像是要吃了我一样 要不是徐婉悠和他那位朋友两个人 一起拉住林志初 恐怕这家伙 就要挥舞着拳头 朝着我的脸上招呼了过来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鼻的目光扫过徐婉悠 我没想到我之前说的玩笑话 竟然让徐婉悠这么害怕 甚至让徐婉悠 为此不惜提前在林志初面前撒谎 换做之前的我 恐怕根本不会相信 徐婉悠会做出这样的事 但从我看出 徐婉悠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开始 我对徐婉悠这个人 向来都是做足了两手准备 强忍着对徐婉悠的恶心 以及对林志初的同情可怜 我当着林志初的面 决定在这一刻 彻底划清我和徐婉悠之间的关系 你们两个一个蠢 一个坏 天造地设的一段 我怎么可能会拆散 徐婉悠 过去我一直觉得 你是被父母给关坏了 不过现在看来 有的人天生就是坏种 我很庆幸 和你走到一起的 不是我 从今往后你和我之间 没有一点关系 我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至于你又想复读 又不想和林志初断绝关系的行为 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想当就别离牌坊 这样做怪恶心的 徐婉悠被我说的 脸色轻一阵黑一阵 林志初牵着徐婉悠的手 和他同仇敌忾 两个人一起恶狠狠地瞪着我 至于你林志初 我没有想到你 竟然是那种 会为了爱情 让自己的另一放下虔诚的人 真的 你挺没中的 我衷心地祝愿你们两个人 长长久久 百年好合 这一辈子都锁死在一块 别再祸害其他人了 江然 你肯磨到底什么意思 看着林志初一把冲上来 我的身边 也同样冲上了一个人影 想打架 突然冲上来的人 狠狠瞪了眼林志初 一把将他推了个猎钱 别把什么人都当得宝一样 我告诉你 管好你的女朋友 别让他骚扰我的兄弟 至于你女朋友之前说的话 我手机上可都是有证据的 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让你 看看究竟是谁不忘旧情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宛优怎么可能会是这种人 如果林志初肯动动脑 或者是回头看一眼 徐宛优尴尬的脸色 也就不至于会像现在这样 让人啼笑皆非了 你不相信 想要证据是吧 那我今天就让你们两个 好好见识见识 到底是谁 对谁纠缠不清 只是一个眼神 我身边的大学同学 立马将之前拍摄的内容发给我 然后我将之前偷偷录下来的 徐宛优说过的话 以及他拉着我的画面 一起发到了 我们三人之内的班级群里 既然有些人不知廉耻 妄图颠倒黑白 那我也就不用 再给他们留任何情面了 不只是班级群 我还发给了分班之前 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们 打算让他们好好欣赏 林志初和徐宛优 这对男女的真面目 让他们好好看看 被学弟学妹赞扬的 纯爱战神 私底下 到底是怎样一个虚伪的人 发完消息 我带着身边的同学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对于身后林志初的谩骂声 置之不理 说起来也是巧合 我和室友 我们两个老家 竟然是在一个城市 只是属于不同的学校 后来意外发现这点之后 我们两个的关系 飞速进展 言谈之间 就不可避免地提及到了 赫赫有名的 纯爱战神徐宛优 在得知我和徐宛优 认识了十多年之后 室友看我的表情有些复杂 不过也没说些什么 只是偶尔还会对我说一些 羡慕林志初的话 说他怎么就没有一个 肯为了他放弃前程的女孩 而在听完我刚刚录下的内容之后 是有整个人的脸色 变得铁青一片 我估计 他得有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 继续相信爱情 在我将录音和录像 发到群里的十多分钟之后 原本平静的班级群 顿时炸了锅 徐宛优和林志初 两个人的爱情事迹影响深远 哪怕大学生活 已经过去了一个学期 后面的学弟学妹们 依旧在享受着 两个人带来的余音 但凡发现男女学生 有交往不正常的 没说的 立马通知家常回家反省 如果有私底下恋爱 被发现的结局更严重 轻则回家反省 重则直接休学 学弟学妹们苦不堪言 而支撑他们相信爱情的 则是徐宛优 那纯爱战神的行径 就连班上同学 直至今日 还有人在羡慕林志初 两个人在高三的时候 就是整个年纪有名的金童玉女 除去成绩这个因素外 两个人各方面 看起来更像是一对 班上有不少女生 对林志初心生好感 就连外班的每隔一段时间 也会有人来给林志初送情书 那还只是高三短短一个学期内 林志初身上发生的事 而徐宛优 在整个高中三年收到的誓爱 更是不计其数 若非有我这个竹马 为他挡下了大多数 他不喜欢的人的誓爱 恐怕林志初根本无心学习 光是拒绝那些追求者 就要伤透脑筋 人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是 总会下意识地表现出真实的态度 徐宛优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追求者 表现出的态度很简单 那就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当初的我因为青梅滤镜 根本没有觉得 徐宛优这样的行为有什么问题 可如今的我 再度回想起徐宛优当初说过的话 便能理解 为什么徐宛优会做出如此虚伪的行为 徐宛优和林志初两个人的确般配 可他们两个 根本就不是众人羡慕的纯爱战神 班上同学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原本平静的班级群里 顷刻间消息的数量 就已经到达了九九家 不是吧 徐宛优竟然是这样的人 好家伙 老江幸好没和他走在一起 学弟学妹们 要是知道徐宛优的真实性格 恐怕再也不会相信爱情了 为爱放弃重点大学 要是我闺女做出这样的事 我非得打断她的腿 群里沸沸扬扬 潜水的班人看到这一幕 根本没有去管 毕竟她对徐宛优 为爱放弃重点大学的行为 也是非常不满 能让徐宛优留在班级群里 已经是老班宽容大度的结果 若是这段感情 当真能走到最后 那她也就不会再说些什么 可如今 徐宛优彻底在班上同学 暴露出她的真实面目 这让人愤恨的同时 也更加唾弃她的所作所为 当初同学们 有多羡慕林之初和徐宛优 现在大家伙 就有多厌恶比异这两个人 剩下的事 不用我去插手 班上同学就自然而然地 将这段录音和录像 传到了其他地方 当我和室友到家的时候 刚好碰上了外出买菜回来的母亲 母亲看到我们两个人的脸色 也是不好 便问发生了什么 我和室友对视一眼 没有在大街上 偶遇徐宛优的消息告诉她 只是母亲似乎猜到了什么 向我问道 是不是你和对门的丫头发生了什么 室友见状离开 而我也当着母亲的面点了点头 只是刚才偶然碰上了 她和她男朋友了 母亲安慰我 本来以为你们两个以后能在一起 不过现在那丫头竟然有了男朋友 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 你们自己处理 你不用顾虑我和你爸 嗯 不管什么时候家 都是孩子最温暖的港湾 我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也是我更加努力学习 不想辜负父母的期待 暑假结束 我返回学校 再度恢复之前早出晚归的生活作息 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 偶尔还会从老同学那里 听说徐婉悠和林志初的消息 班上有人和徐婉悠林志初上了同一所学校 听说徐婉悠她和高中时一样 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 她和林志初的感情 也成了众人艳羡的对象 大学时期 学生们的恋爱 不再像高中那样见不得光 两个人正你弄我浓羡煞旁人 就连暑假时发生的录音事件 似乎也被二人遗忘 不过我听同学说 他们两个人因为此事 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但最后有了什么结果 我不得而知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徐婉悠那边没有找我 反倒是林志初 不知道从哪里 弄来了我的联系方式 从高中毕业结束后 我就拉黑了 他们两个人的联系方式 对于林志初找上 我我是非常讶异的 不过 看到林志初发来的消息 我就明白了他 找我的目的 那天是晚上 我刚在图书馆学习完返回宿舍 结果在路上就看到了 有人添加 我为好友 看到对方发来的验证消息 我目录完位 最终同意了对方的好友请求 结果才发现 对方是林志初 林志初给我发来的话很简单 就只有一句话 破坏我和婉悠之间的感情 你满意了 我不予置否 再度拉黑了林志初 后来我从同学那里说 林志初和徐婉悠之间的矛盾 越来越激烈 最终 两个人大吵一架之后 徐婉悠下定决心 打算复读一年 徐婉悠和林志初的感情走向破裂 我早就有所预感 他们两个人 一个掌控欲过于强烈 另外一个心术不正 两个人感情破裂是早晚的事 不过我没想到 他们两个 竟然连大意都没有撑过去 徐婉悠的动作很快 在决定复读那一刻开始 徐家父母便再度恢复成之前的模样 短短的几天就帮 徐婉悠办好了退学手续 又重新安排徐婉悠 到别的学校进行复读 问为什么不回老学校 现在徐婉悠整个人 已经成为了母校的禁忌 要是知道徐婉悠要复读 就算校领导 不反对其他学生的家长 也不敢让这样的人 和他们的孩子待在一块 万一影响到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变成了 为爱放弃前途的纯爱战神 到时候 这群家长哭都没有地方哭 徐婉悠的复读手续 没有经历什么阻碍 毕竟徐婉悠放弃前途之前 考试成绩超过600分 这个分数放到任何学校 都不会有人拒绝 以徐婉悠之前的成绩 就算耽误了一段时间的功课 只要她肯复读 徐家父母 相信自己的女儿 一定能考上之前的学校 就连我在知道这件事后 也不免有些担心 徐婉悠再度走上了 前世的人生轨迹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可能是徐婉悠 真是爱惨了林之初 她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也让林之初决定 和她一起复读 徐家父母起初 并不知道这个消息 偶然一天发现 他们的女儿放学后 竟然再度和林之初 走到一块后 老两口再也安纳不住 心中的愤怒 狠狠地 把徐婉悠一顿臭骂 这一骂 直接让不认识徐婉悠 和林之初的同班同学 恍然大悟 原来两个人 就是上一年赫赫有名的 徐婉悠和林之初 为了让女儿能够安心复读 徐家父母 还特地给女儿换了个名字 安排了一个偏远的学校 远离市中心 就是这样 还是没能阻挡 林之初的飞蛾扑火 说起来有些可笑 之前是徐婉悠 为了林之初 放弃重点大学 选择三本 如今林之初 为爱放弃 好不容易考上的三本 选择复读 两个人这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林之初也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说服了他的父母 他们也不再插手 可能也是 对林之初彻底死了心 徐家父母从一开始地反对 再到后来都无可奈何 我不知道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但最后两个人 对于林之初也不再反感 只希望女儿能安安稳稳地复读一年 只要能考上重点大学 她和林之初的感情 他们也不再插手 听说徐婉悠和林之初两个人 在学校里专心学习的模样 我竟有一瞬间的恍惚 觉得他们真有可能走到最后 不过 很快我就听说了 发生在徐婉悠和林之初身上 后续的事情 那一刻我才明白 我还是高看了徐婉悠 放弃大学选择复读 这其中承担的压力不言而喻 更别说徐婉悠之前 做过的事实在太过惊世骇俗 即便她隐瞒得很好 但不可避免的 还是被班上同学有所觉察 除了这些外在因素 徐婉悠在上了大学之后 似乎已经忘记了高三时的学习方式 复读一年 书本上的知识变得晦涩难懂 整个人也不像之前那般游刃有余 成绩始终保持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对于性格一向高傲的徐婉悠来说 简直无可忍耐 愚和熊掌不可兼得 这个在书本上就摆明了的知识 徐婉悠反倒根本不明白 她既想要重点大学 又不肯放弃她和林之初之间的感情 每日奔波在书本和林之初之间 让徐婉悠的精神愈发违靡 承担的压力愈来愈重 一开始在课堂上 还能游刃有余的徐婉悠到最后 每回忆起一个知识点 就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以至于牺牲掉和林之初相处的时间 长久以往 林之初自然有所不满 两个人很快就因为学习 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林之初的家境还算不错 就算上不了一个好的大学 也可以想办法出国留学 所以才会对复读没有太大的抗拒 她在乎的只是和徐婉悠相处的时间 而并非是一纸文凭 前世的林之初就是这样 在经历志愿一世之后 林之初见状 没有办法和徐婉悠待在一个学校 干脆就出国留学 断了彼此的联系 以徐婉悠的家境 如果想要出国留学 日子也可以过得比相对比较富裕 但和我上了同一所大学的徐婉悠 似乎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表现的就像是一个 从来没有喜欢过林之初一样 后来每每看到徐婉悠那哀怨的眼神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我对她做过的事 总会想尽办法 加倍弥补自己对徐婉悠的伤害 现在想想自己的一腔热血 还真是为了狗 既然徐婉悠现在能让林之初选择复读 那为什么当初 还对林之初的出国留学 视而不见 如果真的那么爱 那怎么不去国外找她 亦或是两个人一起复读 何必彼此沦落到天涯海角 老死不相往来 然后将一切的过错 推到我的身上 如今 徐婉悠和林之初两个人的感情 看似历经一番波折 正朝着一个完美的结局走去 实际上 这都只是徐婉悠的一厢情愿罢了 徐婉悠放弃重点大学复读一年 承担的压力 不是林之初所能想象 林之初的抱怨 算是彻底激怒了徐婉悠 心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 因为学习爆发的争吵 让徐婉悠 指着林之初的鼻子骂 要不是你非要劝我和你上一所学校 我至于 会有现在的景点 你还在这里浪费时间 不知道学习 难道你还想让我们之间的感情 最后无疾而终 林之初冷笑着反唇相机 是我劝了你 可我从始至终也没有强迫你 非要和我上一所学校 是你选择了爱情放弃学业 自然要承担这么做的后果 现在 你又开始指责上我 还真是又当又立 又当又立这四个字 让徐婉悠不免回想起 我之前对他的指责 两个人这次爆发的矛盾不同以往 直接让二人的关系 彻底走向破裂 本来这段爱情发展到后来 对林之初而言 已经是一段可有可无的存在 高中的爱情虽然甜蜜 但远不如大学校园里的花花世界 更让人着迷 为了徐婉悠 林之初放弃很多对他示好的学姐 可没想到 自己的苦苦守候 竟然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 林之初又怎能忍受 两个人骂得极为激烈 互不相让 发展到最后 直接在大街上推荡了起来 徐婉悠似要发泄这么久以来 遭受的种种歧视非议 拼了命撕扯着林之初 发展到最后 徐婉悠一脚踢在了林之初的双腿中间 彻底和林之初走向破灭 好在这一脚没让林之初受到太大伤害 要不然 徐婉悠这辈子 都要和林之初绑定在一起 同学把他们两个人吵架的视频发给了我 看完整个视频 我只回了同学一句话 可惜了 这天造地设的一对了 如果说高中同学羡慕的是 徐婉悠对于林之初的飞蛾扑火 但经历了这段时间以来的大学生活 大多数人看徐婉悠和林之初的目光 已经带着满满的鄙夷 就算有人再傻 也不可能为了爱情 放弃唾手可得的重点大学 所以 班上的同学在知道这件事后 大多都是以一种讥讽的态度来看待 之前两个人在众人面前 表现得多么如骄似漆 那现在两个人走向破裂遭受的非议 就要有多猛烈 少了林之初和徐婉悠这几条未料 我的日子倒是没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 唯一的改变或许就是 我参加了一个文学交流社 是一个学姐主动邀请我前去参加的 某一天参加完社团活动 我因为学姐之前帮的一个忙 打算请她出去吃饭 结果在离开社团活动室时 我却在教学楼外 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 是徐婉悠 徐婉悠的忽然出现让我大吃一惊 我本来不想理会 带着姐姐和她错开 可徐婉悠忽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然后目光又看向了学姐 学姐看到这一幕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对着我微微一笑 既然你还有事 那今天的这顿饭 我们下次再吃吧 你先忙 明天再见 送走学姐 我的目光落到徐婉悠的身上 看到许久未见的徐婉悠 我不禁生出一股唏嘘 前世的徐婉悠 是那么光芒万丈 雷厉风行 一举一动 都带着十足的女强人风范 前世对徐婉悠示好的人不计其数 但徐婉悠对她们都不屑一顾 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连饭都顾不上吃 面前的徐婉悠身上 虽然多出了几分憔悴 但是很明显 这是琐事缠身形成的憔悴 和前世的忙碌截然不同 请问 你有什么事吗 徐婉悠的神情有些忐忑 她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将想说的话说出了口 没 没什么 这次我来找你 就是想来跟你道歉的 我压抑地扫失徐婉悠 心里有些惊恐 担心徐婉悠和我一样 都重活了一世 不过徐婉悠接下来说出的话 证明我的猜测有误 我说过了 我和你现在已经没了任何关系 你的所作所为 对我而言都没有任何影响 你没有需要向我道歉的地方 徐婉悠嘴唇颤抖 眼圈刷的一下就红了 这一幕倒是让我想起了 小时候的徐婉悠 每每徐婉悠犯错 想要奢求我的原谅 她就总会摆出现在这番模样 而过去每次我见了 也都会心软 选择原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 我的问题 是我最先抛下你的 这些天 我在和林之初分手之后 我每天都止不住地在做噩梦 一直在想 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抛下你 选择林之初 那现在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又会变成什么样 一定会很幸福吧 我知道你是因为我选择了林之初 才会记恨我 我能理解 所以我也从来没怪你 当初的视而不见 因为这些都是我自作自受 这些的确是 徐宛优自作自受 如果当初徐宛优 在林之初选择出国之后 毅然决然地奔向国外 如果徐宛优 在和我相恋之后 能将过往的感情抛在过去 如果徐宛优 没有选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在上了重点大学之后 依旧和林之初走在一起 可能我们之间 也不会演变成现在这番模样 我和徐宛优之间 从原本人人羡慕的青梅竹马 演变成现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 这中间夹杂着太多太多的误会和错误 这其中具体谁对谁错 我也不想再和徐宛优争辩 至于徐宛优今天说过的这些话 是发自内心也好 是故意试探也罢 我们两个之间也再无任何可能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 你也会像现在这样 背着我继续和林之初苟且 徐宛优红着眼睛 大声辩解道 不会的 如果我们两个真的走到一起 我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我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 右手紧握成拳 指甲死死的欠尽掌心的肉里 不会 怎么可能 因为前世的你 分明就是这么做的呀 再将我成功踢出公私 害我得了抑郁症 将林之初领到我的面前 当着我的面 故意报复我之前的所作所为 这些不都是你徐宛优做的吗 你怎么可能不会 因为你 就是这样自私自利 心里永远只有自己 只会将一切错误 怪罪到其他人的身上 对我是这样 对林之初也是 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 江然 我错了 放开 我大力地甩开徐宛优的手 对周围旁观的学生 置之不理 为了避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被学校里的同学误会 我和徐宛优分开后 联系了辅导员 将我和徐宛优之间 发生的种种事情 交代得一清二楚 徐宛优和林之初的事情 闹得很大 到现在 互联网上 还流传着他们两个的爱情 辅导员很快便调查 亲偶说的情况 对我也是倍感同情 当即便想办法澄清了 我和徐宛优之间的关系 幸好我的这番小人之心 没有派上什么用场 徐宛优这次过来 的确是诚心找我道歉 但为了避免后续 徐宛优继续纠缠上我 我将今天的事打电话 告诉给了我的父母 向他们说出了搬家的想法 父母给了我考虑考虑的答复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不过我知道 父母心里也有这样的意愿 只是还得考虑 和许家父母那边的交情 但我没有想到 父母那边考虑的时间 要比我想象中的短上不少 在时间过去了一周之后 父母就告诉我说 他们已经搬家了 不再和许家认识邻居 听到这个消息 我也很激动 当即便做出决定 暑假回去看看新家 时间过得很快没多久 又是一个崭新的假期到来 我拎着行李 回到了我的新家 父母特地为我 准备了一个欢迎仪式 但唯一不好的点 就在于 母亲开始催促我 赶快在大学校园里 找个女朋友 如果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等毕业进了社会 就更难脱单了 我倒是很想开始一段恋情 但在经历许婉悠这样的事以后 我对于任何 主动接触上来的人 心里都难免 存了一份戒心 就连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学姐之间 也始终有着 一层淡淡的隔膜 所以 到了后来恋爱这种事 我也不再考虑 总而言之 顺气自然变好 暑假的这段时间 我和班上的一些老同学 整天聚在一块 隔三差五就去高中时 经常去的网吧一块打游戏 闲谈之间 我从他们嘴里 听说了许婉悠和林之初 在续前缘的消息 他们也都知道 我和许婉悠之间 已经彻底没有可能 所以 当着我的面 说起他和林之初之间的话题 也是无所顾忌 对我而言 这只是听一个乐子罢了 我也不至于因为这种事 就和老同学置气 你是不知道 那次许婉悠和林之初吵架之后 林之初买了999朵玫瑰 对许婉悠爱爱 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 后来事情闹大了 学校干脆直接 把他们两个退了学 让他们两个回家去爱 我笑着问 这是你们都知道了 老同学笑着回答道 我弟弟就是和他们 一个学校的 林之初送的那999朵玫瑰 最后被教导主任 给没收了 我弟弟送作业的时候 悄悄拿了一朵 还想着送给他的女朋友 然后呢 花还没送出去 就被他们班主任发现了 果不其然 等我回家之后 拿着这件事 对我父母旁敲侧击时 也算是从他们的嘴里 得知了真相 真相要比我想象中的 更加复杂 两个人退学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林之初示爱 而是因为许婉悠怀孕 被老师发现 怀孕这种事情不是小事 就算许婉悠的同学 有意隐瞒 也无济于事 更别说许婉悠 在这件事上 表现得实在太过愚蠢 竟然在老师 平时上的厕所里 使用了验孕棒 结果被老师在垃圾里发现 看完监控视频之后 很快老师便知道 验孕棒的主人 就是许婉悠 推算时间 许婉悠应该是那次 找了我之后 才和林之初再续前缘 我相信 如果那天在学校的 我答应了许婉悠的道歉 恐怕许婉悠肚子里的孩子 就不幸林儿新疆了 得知许婉悠怀孕的消息之后 许家父母顿时急火攻心 双双去了医院 这一次 两个人再也没有办法 安稳地复读下去了 发生这档子的事 任何一所学校 都不可能再招收许婉悠复读 更别说许婉悠复读后的表现 根本就没有之前 在高三时那样优秀 别说六百分了 就算是能考五百分 都是偶尔暴肿的结果 怀孕了之后的许婉悠 性情大变 无论许家父母怎样劝说她 就是不肯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在许婉悠 以死相逼的情况下 许家父母 总算是同意了她 和林之初之间的婚姻 要不是 看在林之初家世上可 老两口说什么 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嫁过去 他们两个人结婚的那一天 许婉悠还给我发过请帖 但最后我还是没有去 就连我的父母 也只是托人烧了礼钱过去 没有亲自到场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大三难年 我在外实习 回到了老家 说起来 从那次回老家之后 我和许婉悠就 再也没有见过面 明明住在同一所城市 可我连许婉悠的消息 都再也没有听说过 我本来以为 以后我和许婉悠之间 也不会再有交集 可没有想到 那天实习下班之后 我在返回出租屋的时候 背后有个声音 竟然叫住了我 声音的主人 似乎有些不太确定 但最终 还是喊出了我的名字 将 然 我转过身 果然在身后 看到了面容憔悴的许婉悠 我没说什么 只是对她笑了笑 随即转头就走 这次见到许婉悠之后 有关她的消息 再度出现在我的身边 我听身边的同学说 许婉悠和林芝初结婚之后 过得并不幸福 林芝初在许婉悠孕期间出轨 被许婉悠发现 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 吵架之后 二人不可避免地再度动起了手 这次许婉悠吵输了 输了的代价 便是没了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没了 两个人本就名存实亡的婚姻 走向破脸 许婉悠最终选择回学校复读 可在经历这些波澜之后 她已无心 再沉浸在学校里的环境之中 最终在高考的时候 勉强上了一个二本 许家父母对自己的女儿 算是彻底放弃了 老两口还不到五十 便已满头白发 脸上布满皱纹 我在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也只是短暂地同情一下 生出许婉悠这样的女儿 实在是他们老两口的不幸 不过许家父母的不幸 倒并没有让我感到愧疚 相反 更让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觉得值得 大四第一学期 我拎着行李返回学校 在拥挤的人潮中 我在学校对面的街道上 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 我没有过多理会 但没多久 我的手机上 就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的消息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非常清楚 发出消息的人是谁 但我不知道 对方究竟是像我一样 重活了一世 还是对一切一无所知 但不管怎样 两世对方的所作所为 都证明他错了 错误的人 自然要承担自己酿造的苦果 直到偿还一切罪过 而我只希望 犯下错误的那个人 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 从我的面前消失 对我而言 便是他的道歉 对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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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我来看 African 感谢观看